画开情绪勒索的简,画成意识独立的蝶 你们知道什么是情绪勒索吗?是对别人说话语气不善吗? 看来你对情绪勒索不是很了解哦 我推荐你这本《情绪勒索》那些在伴侣、亲子、职场间最让人窒息的相处 这本书是心理资产师周募资的创作 里面包括情绪勒索的介绍、情绪勒索的由来 和作者多方角度分析出的情绪勒索事件 那就让我们从周莫兹老师开始说起吧 周莫兹老师是1981年出生 是有名的心理资商师和作家 2017年以情绪勒索一书闻名 他在基金会从事专案工作时 接触到八八重灾的小邻村 因灾民心中的失落而深感震撼 在三十岁时正式成为心理资商师 开启他为人派忧解惑的资商之路 所以什么是情绪勒索呀 他其实就是有些人为了维持某段关系 而降低自己的底线 想破自己迎合对方 做与自己心意辜负的事 而找到对方的情绪勒索 且无法逃离情绪勒索的循环 为何外众谈不得摆脱不了的责任 与你应该 英文中提及情绪勒索循环三元素 自我价值感 罪恶感以及安全感 勒索者会使用我是为你好的话语 来让被勒索者怀疑自己的感受 进而慢慢失去自我价值感 于是勒索者让被勒索者在互动中 感觉了不舒服都是自己的问题与错觉 接着勒索者会开始贬低被勒索者 让被勒索者失去自我肯定 引发罪恶感 情绪勒索者总是在提醒被勒索者 被勒索者的人生有责任与义务 去满足勒索者的需求 被勒索者常常因为不必要的罪恶感 以及没有安全感 导致持续答应勒索者不合理的要求 勒索者会在被勒索者妥协后 愈发得策进尺 并且在下次提出更过分的要求 本文中提及 情绪勒索者会使用大量的否定 贬低来提高自己的评委 并美化自己的需求 被情绪勒索者可以深呼吸问自己 如果我真的拒绝他或是表达我的感受 最糟糕的结果是什么 我还愿不愿意为了维持这段关系 而继续委屈求全 或许被勒索者会发现 当他拒绝对方或是表达自己的感受时 最糟糕的结果是他可以接受的 大家今天来是因为有什么烦恼呢 其实我们都收到来自同一人的情绪勒索 经理又把工作都丢给我 我又得加班了 好想辞职 不想做就不要做 你现在就会辞职啊 你也不想想你的同事吗 他要帮忙分担你的功课 你都不会觉得不好意思吗 你总是把太多不属于我的工作丢给我 我认为有必要和公司谈谈 在当时面试说的 完全不一样 你在威胁我吗 我把工作交给你是因为我信任你 你就会拒绝我意思 我了解了 你现在正处于职场行任的状况 我建议你可以向劳动部寻求协助 根据职业安全卫生法第六条第二项第三点 执行职务时 因他人行为遭受身体或精神 不乏心害之预防 和第四点避难 急救 休息或其他为保护劳工身心健康之事项 雇主对这些事项应同为规划 及采取必要之安全卫生措施 没有错 那条法条规定雇主必须预防员工遭受他人伤害 导致身心不健康 如违反法规 将一同法第四十五条 储清台币三万以上 十五万以下法划 而且除了找我 还可以打电话到1955勞工咨询申诉专线 咨询相关问题哦 你来不刺 我知道了 谢谢你 那另外两位呢 我们家重男轻女 从小妈妈就很不再见我 她不仅会要求我交出薪水给一笔佑 还会管我的交友圈 在电话中总是诋毁我的朋友 让我很难堪 家人间的亲密不应该只建立在金钱上 根据民法第118条钥匙 孩子如有能力就要抚养父母 不能维持生活者可解禁其义务 完全没有抚养能力者才可免除其义务 不当家人的提款机不是自私 家人间应该互相关怀彼此体谅 而非无止境地掏空自己的钱包或感情 而是在可以负荷的范围内 协助家人过好各自的生活 没错 但我还不能告我吗 或许你可以试试 停 看 硬 三方法建立情绪界限 什么是情绪界限呀 在情绪上和对方拉出距离 并找出自己不能被侵犯的范围 简单来说 如果我们不小心伤害到对方 那么就该为对方负责 如果对方想继续情绪勒索我们 那么我们就要维护自己的权益 不能让对方得顺进食 没错 只要遵从停 看 硬 三方法就能掌握情绪界限 首先停 停止对话 离开现场 再来看 观看自己的情绪 了解刚刚发生的事 最后硬 理定战略 练习并应用 我会回家好好努力的 受了这么多年的苦 我的身心灵真的很煎熬 其实我妈妈也是这样的 因为她 我开始对自己没有信心 甚至得了忧郁症 原来你们都受到了这样的对待 遇到这种事情真的不能忍 很容易会产生习得性无助感 她的意思是 在经历多次尝试后 发现还是无法成功 让人感到自卑 懦弱的一个行为 这是史丽曼在1975年所提出的 习得的无助感 我曾经有在新闻中看过 新闻中的妈妈 曾经受到家中的打压 辱骂 变得不敢表达自己的意见 后来她生病了 别人问她问题 都只会回答不知道 害怕说出来的话 会遭到无情的贬低 哈 该不会我们也会变成这样吧 你们的心里现在都还很健康 只是内心的受创 需要受到帮助 平日有空的话 可以出门运动 或呼吸吸线空气 或者提升自我价值感 重视自己的感受 学习了解自己 自我接纳 表达自我感受与需求 及尊重别人的感受 让心情舒畅 也可以在心里多鼓励自己 减少产生负面相反 我推荐情绪寄生这本书 它举了34个例子 介绍情绪操控 并统整34个理论 来针对个案进行分析 我知道这本书 作者利用不同的案例说明 我们有时会将 依附在心头的情绪 转移给他人 每个情绪都有独特的意义 连接自己内心专属的故事情节 唯有透过内在自我察觉 与外在互相了解的可能性 才可以在明知情绪存在的情况下 才能做出贴近自己内心的选择 借由这次的研究与探讨 我们在校内进行了问卷调查 有校问卷共260份 我看看 有20%的青少年情绪勒索过别人 而80%的人则没有 少部分的人仍困在情绪勒索中 而这些同学中 36.92%的人是被家人勒索的 27.44%的人则是被朋友勒索的 关系越亲密的人之间 越容易发生情绪勒索 不仅如此 我也协助西西和小白 建立了一个社团 帮助有情绪勒索困扰的同学们 进行情绪勒索读书会 分享自身经验 也利用放学时间 帮助需要深度讨论分享的同学们 我们预计和同学们分享 七个习惯欲出的方法 让同学们和对方建立更健康和谐的关系 其中我们深度访谈了一位个案 小鱼 小鱼跟妈妈的感情非常好 但妈妈常常告诉小鱼 小鱼考不好的话 会造成父母离异 而小鱼的爸爸认为 父母都很聪明 小鱼一定也有能力考上好学校 但小鱼认为自己做不到 有一天小鱼跟爸爸说 高职也不错 爸爸为此跟小鱼大吵了一架 小鱼一气之下离家出走 在路上分享回家 但是越走越远 逐渐迷失了方向 后来小鱼在便利商店待了一晚 隔天有安静班主任送小鱼回家 目前小鱼跟家人仍处在磨合期 我们先让小鱼抒发情绪 希望可以借由高小鱼拟定合适的读书策略 来灾烧小鱼的读书压力 再借由社团的逐步讨论 面对情绪勒索的解决方法 希望小鱼跟家人的关系能逐渐改善 我们还取得学务处的同意 利用午餐时间 播放我们利用社团时间拍摄的小剧场 同时也在园游会设立相关情绪勒索的摊位 希望让同学们选择适当的回应方式来了解 面对情绪勒索时该如何应对 并邀请心理资商所所展进行资商访谈 达成他们和自己和对方的和解 在周木兹老师的书中 我们学会了停看应和设立情绪界限两种方法 被勒索者应该多重视自己一点 不必为他人的人生负责 如果我们不正视情绪勒索的问题 后果可能如蝴蝶下运依发不可收拾 如果我们能在悲剧的开端及时之损 被勒索者有可能脱离抑郁难安 被重复情乐的人生 情绪勒索者与被勒索者的共犯结构解套之后 善加规划修复双向关系后 人生可以各自安好 也可以悠然更好 谢谢大家